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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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赞好我们的影片 同时留言支持我们 最紧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焦点FM TV 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 综艺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在这里 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 和联络方法 还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记住名额有限 把握机会 解决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废安草 大家好 师父好 今天是《一字记之药》第161集 今天我们很开心跟大家见面 师父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新闻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感谢各位支持的朋友 一直以来收看《一字记之药》 当然不少我们有个会员的频道 如果你未成为会员 真是长气一点都说 希望你加入成为我们一份子 因为成为我们一份子的话 师傅就有很多不同实用的风水 tips 去和大家分享 好像今天一样 今天师傅就会和大家分享三个 不如让师傅说吧 我想说我这个会员频道 会员时段一定值得 因为师傅真是把保密拿出来的 是啊真的 新的一年开始 我会在这一集率先和大家说 是我未在公众频道公开说 迟早都会说 但是我会在这次会员时段和大家说 就是如何利用2024年的气 是和自己增加整年的贵人 人缘、桃花等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每个都很想知道 是啊 连连这个消息都很抢手 我打算今天好日子 不如先说吧 第二 大家都会经常听到 就是有些门槛要搭过去 古时中国很流行的 现在可能为了防水才加个杂在前面 其实每个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门槛 门槛很讲究的 很有学问的 就是和家居的运程 住在里面的人 真的有很大影响 接着我就会讲一个物件 就是叫做食物器这个原料 在家居里面 又是有用的 一会是会员时段 我就会详细和大家说 那今集是161集 一字记之药 是福六寿的六 是 所以今天这六字 我听到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福六寿 全是福六寿 通常有三个在一起 但其实它当中各有特色 是的 你们一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选六字 是的 我们也跟进一下 今星期也有些不同的新闻 我们今天就会在1月10日录影 我们就会在1月12日 12点钟 就会在焦点视频和大家见面 好了 当然再补充多一句 好似师傅所说 希望大家成为我们的会员 如果你在任何问题里面 包括你不知道 如何成为我们的会员 在下载二维码有困难 或者你想和我们有个直接沟通的时候 欢迎可以WhatsApp 我们67519188 我们这个焦点客户服务热线 就可以和我们联络了 希望我们和大家可以有个紧密的联系 当然不少大家看完你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留言以及分享 好了 哇 师傅 我们新年的时候 其实应该说 由去年年底的时间 去到年头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断说 2024有什么要留意 我发现一个星期的新闻里面 好像已经重复重复又发生了 是的 这个类似一个运程 一个轨迹 很多人会觉得是巧合 但是我觉得巧合也是必然的 因为频率的运故 是的 那个轨迹 是的 好的 好像这样说 我们上个星期就报道了 说在日本有飞机相撞 是 哇 接着就是 刚刚5号 阿拉斯加的航空 直接窗户就飞脱了 这件事 其实可大可小 真是的 如果一个不留神的话 我们看电影都看到了 怎么想飞走了 真的好像死神来了 是的 所以真的 大家真的 有些事情虽然避免不了 但是有些轻微的意外 确实是可以避免的 有避无患 是 患是生于不避 好像我们上集说 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长期扣住安全带 是 是 不会影响你的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是吧 那就可以避免了 这些这样的 或者气流突然间出现的情况 是的 没错 所以大家记住 真的要坐飞机的时候 其实坐车和船也是的 是的 最好是紧扣着安全带 没错 说明安全安全 对不对 而想跟进日本 南丹半岛的地震问题 其实现在的余波 也有很多麻烦事出现 是的 有些后遗症 通常来说地震 很多卫生署都会怕 防发生瘟疫 那么这个 这个 南丹半岛的地震 他们所发生的 都是一种 吐射的疾病 一种传染病 也是认了 甲神联的气 甲神联的气 就是 和 腸胃 腸胃 腹理有关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腸胃的问题 嗯 接着我们也有提及过 就是 进入了2024 那个狗 毛毛狗 也是很大的影响 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有提及过 咦? 怎样狗狗呢? 可能会有些情绪问题 是的 没错 你主人应该要放一个什么方位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记得看看我们之前的集数 是的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 有三个新闻 都和狗狗有关 有一个就是 一个悲 一个喜 一个不知道 都是喜还是悲 就是再说 首先悲的就是 有一只唐狗 咬伤了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是的 真的惨 可能有时狗 有些情绪 即是突白性的出现 是的 而我们有一个喜 挺有趣的笑话 就是说 美国有一只狗 它的主人 就拿了一袋钱出来 然后它回来 完全不见了 原来它就发现 原来这只狗 吞了它的钱 一共是有四千元的美金 是的 可以做到什么 第一 当然狗主人 就很害怕 它的肠胃有问题 第二 它就一定 当然要拿出钱 它就要 一定要淘金 真的要 要淘金 是的 所以 有时你也猜不到 在狗那里 一有事的时候 可能都发生了 不同的事项 你没有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常识 有时候我想 我都要问一下银行 如果那些银子 这样碎了 真是不完整 那就拿回到银行 你猜是否换得回呢 其实也好像有人说 在银子上面 写东西 其实也好像不行 这个是 这个是 以前我又见过别人 这个是损毁 这个是损毁 就是你逃乎了那个 银行 当然是犯法的 但是 我是例如 不小心烂了 洗烂了 我听说 就是不知怎样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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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的号码 对得上的话 它就给你的 我曾经听过 有一个人这样说 但是今次 碎了 是吧 如果观众知道这个情况 不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等到我们都知道 多些的冷知识 是 其实还有一宗 我们就说 都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其实应该大众来说 都觉得 是应该要做的 原来韩国 刚刚立了法 好事 我知道 好事好事 你说吧 是的 他就说 在2027年 他们全面要禁止吃狗肉 刚刚在1月9日的时候 立法通过 当然 我也跟师傅说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所以说 有好的角度和不好的角度 不好的角度 当然 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人都真的卖狗肉 变成了这个行业 就要被淘汰了 是的 好的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 因为你当初 政府 国家 是批准的 合法的 现在忽然间 有一样东西 不合法 一定会影响到一部分的商户 正在做生意 没有生意做 那就是没有入息 那怎么办 我睡街 是吗 所以给他时间过度 是的 没错 这个我想 都是大势所趋的 其实我都 很难说是否合理 但是我表态是支持的这个法 嗯 好了 接着说完韩国之后 要说一下马来西亚了 是的 因为来着师傅都会出门 就会去到马来西亚 就会和另一位马来西亚的 洛大师 洛 他们叫洛鲁斯 洛鲁斯 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那边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 风水大师 是什么 讲言学讲风水的 今次就 因为中国报的做媒 邀请 就把我们两个人串在一起 就在1月20日 是的 1月20日 就会和那边的人见面 聊聊天 嗯 那马来西亚的粉丝就有福了 我也有福的 主题就叫做行运一条龙 嗯 我都会讲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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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着呢 你回来之后呢 又和我们分享一下 嗯 好了 Fiance我想问你一个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嗯 九运已经踏入了 是 好了 九运离火 离火就代表一些先进的科技 虚拟的世界 或者是一种生活模式 嗯 那很早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那个元宇宙那里玩的东西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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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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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最近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在英国里面 有一个16岁的少女 正在玩元宇宙的游戏 犯不犯法呢 究竟我们是否有需要去立法呢 是的 熟不熟于非法使用计数机电脑 不诚实使用 是不是 因为现在电脑已经是 可以当为一种什么 当为一种生活的模式 一部分 是不是 是 所以师傅你说这个话题也很好 就是进入了九运 是 其实元宇宙似乎是大热 是 是 大家都会觉得潮流 甚至乎 小朋友 可能是说 我们现在要追上这个元宇宙 也要知道多些知识 那刚才你说完这宗新闻 其实 哇 真的很值得反思 我曾经听过 在游戏里面 被人 黑了进去 偷了一些 武器 是属于 犯法行为 不诚实使用电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性侵也是 是 可能其实 因为有元宇宙的出现 在另一个空间 其实所以 可能政府都需要 在这方面 着手 要想一些事情 甚至乎 其实欺凌的情况 是一直都有多严重的 不过 他这次 就是合法进入这个游戏里面 就不是 黑进去的 是 黑进去 就一定是犯法 是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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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不是 在身体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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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我觉得 这件事情 大家都值得反思一下 其实就是 那个情绪的问题 其实 这个女孩 受了性侵之后 当然 他现在不是 直接在身体上 是被人性侵 但是 在思想精神上 他已经完全崩溃了 当然 你投入 自己的形象 去玩 我想 如果不立法的话 你设计游戏 都要去设计 一些东西 是 保障 是 不能够 他被人 就是 任意妄为 没错 我想 在程式上 所以大家 如果觉得 这个话题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 跟我们分享 所以 如果 父母 也要多关注这方面 特别 在游戏设计者方面 大家都会有社会责任 需要留意这方面 让大家玩的时候 也会有保障 虽然 我跟别人聊天 人们都会说 你按键便可以脱离 但因为你的精神上 已经在里面 进行的时候 也都未必会 那么容易 比你那么理性 去跳出来 我觉得 是啊 所以 投入了 我们人 不要说游戏 我们人有时候 都会 不理智地被人欺骗 是 对 对 所以 这个不能够怪别人的 因为别人很投入去玩 好了 现在 入主题了 一字既知 六字 是 为什么我要说六呢 就是因为 未来又有太阳晒了 是的 也是我们说 在肚年 要说拜拜之前 最后有一粒吉星 上个星期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说得太兴奋了 所以都忘记了 说那个吉士神给大家 今天一定会说的 放心放心 还有 今天一定要说之余 为什么这么早说呢 因为有一粒星叫做C六星 他就是 回太阳于害公18度 就是在1月20日 那天要晒太阳 但是为什么我这么早说呢 就是因为 在162集 是1月19日出街 很多时候 那些人不是第一时间看的 很多时候就是 20日 21日才看我们的节目 看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 所以我就会在 今集160集 预先讲了 接着去到第161集 那个星期 再提醒大家 再讲多次 好了 师傅就非常细心 这方面 这次不要漏了 是是 最佳晒太阳的时间 就是中午12点至12点半 这粒C六星就是 季某年度最后一次 去到2024年 甲晨年度第一粒吉星要晒的话 就要去到3月3日 那个天楼星那里 好了 根据文献的记载 它说 若得其行能吉照 其所敢照 工商欣赏 社会光昌 尤其是工商界 领导 去晒一晒 特别对他们的生意有帮助 嗯 那好 那大家记住 这个吉星 大家一定要在最后把握的机会 是 上次的吉星 我刚刚刚刚好礼拜日 可以出去晒晒太阳 是 1月7日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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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香港 就是我们说的经济 都慢慢慢慢慢慢去复苏 都需要很多香港朋友去支持 就好像工展会一样 刚刚1月8日就圆满结束 是啊 好像成绩都非常之好 它的报告就是说 开了24日 有130万人次去参观过 是破了很多个纪录的了 那都可以叫做是 旺丁又旺小小财 就不是说很多财 听说就是说 比 比往年好了10%左右 那个生意 但是起码这个是振奋的消息 香港是一个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么低迷 还有香港人又习惯了不想消费的气氛之下 都有这么多人去工展会 值得可喜可可 嗯 其实呢 是有值可乘的 是吗 那你可不可以在八字那里和我们分享一下元基呢 那又是老本行了 老生常谈查 当然是拿过八字来看看 我记得我是讲过的 嗯 那那那八字呢 就是2023年12月16号的午时啦 11点呢就开幕了 那那八字呢 就是贵某年甲子月 没有生日没有午时啦 那逢是这些日子呢 你看那个日子 用那个八字 因为现在不是算命的嘛 现在呢就是去推测啊 这个工展会又在这个时间出世 怎样呢 那首先一定是看财运的 那冒日主以水为财 那你见到呢 那个年份是贵水 个月份是纸水 跟着座下的薪金呢 又是冒土的长生财 跟着纸身又合 那就是说个财份水分足够 不是说个铺没有水 如果个铺没有水的话呢 你怎么辛苦 你怎么用技巧都是拿不到 但是这个八字已经讲给你听 喂 个铺是有水的 大家用心思想办法 去怎样去用多些方法啊 吸引一些人 是的 便宜一些 薄利多消 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那这个八字呢 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这样看 那还有 没有午时是OK的 千万不要怕 紫月午时又说双冲 不用担心 这个呢就是 冬天里面的午时呢 是不用怕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那一天呢就是董公吉日来的 我记得说过的 所以又是加分 又是一个好的圆满的结束 又开始 好的开始就代表了成功了一半 是 所以责任也是很重要的 那几样东西加上都不是巧合 正路 正路是好的 所以这个最后检讨 你发现都真的 是很好的成绩 是的 符合了命理 嗯 所以呢 我就将公子会这个八字呢 就搏入了这个时段 就是八字命理分享了 好啊 多谢今天师傅的分享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就继续收睇 是 还有又要支持我们多些 那当然呢 再长气点说了 那一会儿就是我们的会员频道了 那会员频道呢 我们今天会讲三个非常之实用的 风水报告 是 包括呢 就是怎样可以增添贵人 第二个呢 在门栏那方面呢 我们有些什么的家居要留意呢 而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石墨器 咦 它有什么好用呢 以及究竟帮到我们家的家居风水有多少呢 那我们都会在这个会员时段那里和大家分享 好了 那今天呢 公众频道的时间呢 又差不多了 再次多谢我们这么多位观众收看 那就记得赞好分享和留言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和大家见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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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